牧師在舊好茶成長的過程中 他的俗工對他的影響是最深的 俗工是雕刻家 而如木染之下 長大後 他也成為一個盧凱族的雕刻家 他雕刻的每一條花紋 每一個圖案 都是傳承自他的俗工 俗工雕刻時 就把他帶在身邊 有問必答 俗工雕刻 這是爺爺的意思 俗木 你這是什麼事 你要做什麼 我的孫子 你看那個比大午山那麼好看 你跟他一樣的 他這樣的 你看 他說這樣 這樣喔 就這樣的 然後你看這個 俗木 有一個在高近平地一個山 為什麼他有一個好像圓一眼的 我說這樣 我看到是差不多這樣 我給他這樣 這個 就是好像高近山 這個高近平地跟山中間的山 他是這樣的 好像圓一眼的母母 我給他講 是啊 你看他這樣 不要看你這個 在山地門啊 筆葉啦 在金山的山 他不是一個別島山 不是一個烏土山的山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 也是一個記號 山上的這個 對 山下的山 牧師的創作品有三種 第一種 是傳統的盧凱族雕刻品 第二種 是生活器具 第三種 則是他自己的創新作品 每種作品都有作品背後的故事 盧凱族祖靈的故事 神話的故事 都在他的木雕作品中 被具體地呈現出來 這裡不僅是一個博物館 更像是一個盧凱族的藝術聖殿 這邊呢 是盧凱族的工藝的殿堂 裡面呢 有盧凱族最完整的神話 最傳統的神話故事 對 藉著木雕去表現它 也有盧凱族的一些生活的用具 也在這裡呢 可以窺知當時盧凱族所用的一些器具 對不對 哇 真的很感動 那重點是 我覺得 最大的 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的地方是 我們的老師啊 彭老師 他是一個雕刻大師 對 是守護我們盧凱族的神話故事的一個守護者 對 但是他卻又是牧師啊 是 這個身份角色 可是因為早期齁 在西方的那個宗教線還沒進入之前 他們從小就是聽到這些神話故事 所以他所接觸的不論是生活啊 還是神話類的東西 都還是有那個印象